好 我们再回到剧中 但是因为担心呢 他可能再也看不到那只猫了 咱们看两个破绽号中间 这个插入语的结构 信上把那个事说得非常清楚 哪个事呢 就是你报警就再也看不到猫了这个事 说得很清楚 说清楚 讲明白 这是个固定的习语 叫make something clear 或者make something 用书面语explicit 都行 就是用语言或者文字 把某个事说清楚 讲明白 不是把它弄干净 是说清楚 讲明白 用语言 口头的或者书面的文字 说清 讲明白 那么clear可以换成另外一个字 就是我们在四六级托弗亚斯里面 可能都会出现的一个词 大声那边 explicit 清楚的 明白的 放在一块说清楚 讲明白 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possible side effects must be made clear 或者possible side effects must be made explicit 可能出现的 side effects 就是副作用了 药物的副作用 就在旁边的那些影响那些后果 就是副作用 必须要被说清 要讲明白 be made clear或explicit都行 说清 讲明白 本文中呢 信上把那个事说得很清楚 用得非常准确 非常地道 那说清楚 讲明白 我们除了用make something clear make something explicit 也可直接用极物动词 这个也对 也好 就是我们大声读一下 clarify clarify 这极物动词 说清讲明白 这个也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的clear clar 其实就是clear的一个变形 字母意义没了 那么fifi表示十怎么怎么样 其实放在一块还相当于make something clear 十清楚 十变清楚 就还是说清讲明白 一样 我们看一个例子 could you clarify your remarks 我说你这话能不能说清楚点 你的指桑骂槐的是什么意思 能不能把你的话说得清楚一点 说清楚 clarify one's position 表明某人的立场 你说清楚 你到底是哪边的 到底是哪头的人 clarify 说清楚 讲明白 类似于make something clear 或者explicit 是类似的 本文中说了 信上那点呢 把这个事说得很清楚 老太怎么样 change one's mind 改变主意了 老太的改变主意了 比如说我就按照这个 这个绑匪说的去做了 下句话就说了 she withdrew one thousand pounds from her bank and followed the kidnapper's instructions 这个withdrew 咱们词汇中说了 就是withdraw 它的一般过去是 银行里取钱 跟哪个切子搭配 本文中告诉我们了from 词汇中也是这么讲的 后面既可以跟银行 也可以跟账户 her bank 也可以用her bank account 都行 从账户中也行 并且按照绑匪的instructions 命令指令去做了 follow是遵照 我们说了 the next morning the box had disappeared but Mr. Ramsey was sure that the kidnapper would keep his word 转天早上 这个箱子没了 但是老太太非常肯定 这个绑匪呢 一定会信守 她的诺言 说话会算数的 这个句子呢 我们先看看 语法成分的分析 the next morning 是一个时间状语 转天早上 然后呢 这个后面句子又是由but连接的两个并列句 第一个并列句是个简单句 这个箱子消失了 它disappeared 第二个句子呢 是Mr. Ramsey was sure 后面跟从句了 这个sure是个形容词 后面这个that从句再次出现 做形容词补足语的从句 跟前面形容词放在一块 构成一个大的形容词端语 又碰到了吧 跟the afraid that 这个结构是类似的 这个曾经说 这个绑匪一定会信守诺言 就keep one's word 信守诺言 咱们一会会说 这个大匪 好 咱们先看这个转天早上 the next morning 我们也可以换成 the following morning the succeeding morning succeeding 比较正式一些 就跟在后面的那个早上 转天早上 我们大声读一遍就好了 read on me the next morning the following morning 最后一个证是 the succeeding morning succeeding不是成功的 成功的是successful 也不是连续的 连续是successive 是successive succeeding是跟在后面的 比较是时间上 跟在后面的 转天早上 注意就是 除了今天之外的 任何一天的转天早上 如果从今天开始算 那得用tomorrow morning 是明天早上 某一天的转过天的早上 怎么来说 那转过天来呢 the next day the following day the succeeding day 就好了 这是咱们以前 讲过的一个词试 或者在后面家 复词也行 the morning after after是复词了 转天早上也行 转天呢 the day after 也可以 这是咱们以前 说过的 这个一个固定搭配的复习 然后老太太肯定 怎么样 和我们从事中说 绑匪会信守诺言的 守信用 叫keep one's word 也可以把它变成 keep one's promise 这个两个都行 叫信守诺言 用保持这个词 一定注意什么呢 注意是word 不是words 好多人认为 是keep one's words 不对 是word 在这一定用单数 这个很容易错 如果要是撕毁了诺言 或没有兑现诺言 叫break one's word 或者break one's promise 注意 一个用keep 信守 一个呢 没有兑现诺言 叫break 打碎了 注意后面word 用单数 不要用words 这个很容易错 叫诺言 word here means promise 诺言 例子 甚至我们有相关的 一个固定搭配 也可以同时记住 他是一个守信用的人 我们可以说 he's a man of his word 他是个守信用的人 如果是女人呢 换性别嘛 she's a woman of her word a man of his word a woman of her word 这是一个守信用的人 注意用单数word 不是words 李老师说过 英语学习中 使人变得特别精确 英语就是差一定点都不行 这个细节注意 老太子说呢 绑匪肯定会信守诺言 你这回 你不还给我猫 下次再绑 我可不给钱了 对吧 好绑好给钱 再绑就不难 这个老太太 有人生经验 判断对了 下句话说了 Sure enough russes arrive punctually at seven o'clock that evening 这个果然 就在那天晚上 这个小猫咪 在七点钟 准时 爹爹爹爹 跑回来了 这个果然 是个习语 就是正如 预料到的那样 老太太说的 他会回来 他果然回来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这个搭配 Sure enough Sure enough 这个理解没用 得背下来 我们怎么背呢 我说过 说完英语 说中文 Sure enough 一说果然 Sure enough 就蹦出来了 这得熟 我说了英语 不是知识 是技术 知识 明白就行 技术得熟 不熟的话 你根本不会用 我们看多次 会出现在三册里边 比如说29课中 咱们看138页的 第18到19行 138页的18行 到第19行 这个男人受到了鼓舞 并且果然 像医生预料的那样 在新年的前夜 他终于能够一拳一拐的 参加了一个聚会 Sure enough 就果然 正如预料的那样 医生说 你新年庆的能参加 果然 这个预言称证了 果然 还有在第40课 也出现了 182页 13行最后 到底14行 182页的13行 最后 到底14行 你看 多次出现 可见是固定搭配 就是第40课 真假难辨 这个说 Sure enough A policeman arrived on a scene and politely asked the workman to go away 这个大学中报警了 说有人破坏道路 让警察来管一管 果然 警察来了 正如预料的那样 有个警察到了这个现场 并且客气的请求 让这个两个工人 快点离开 Sure enough 就果然 就正如预料中 果不其然 这个意思 本分钟也是一样 果然呢 Russ arrived 就到家来了 punchly 咱们在第14课 贵族歹徒就说过 准时地 准时的 7点钟 就回来了 老太的一看 黄通隔世 哎呀 Russ是儿子 宝贝 那妈妈以为 看不着你了 快过来吧 给弄点好东西吃 下一句话说 He looked very well though he was not thirsty for he drank half a bottle of milk 这个猫咪看上去身体气色不错 尽管他特别渴 因为一口气呢 喝了半瓶的牛奶 这个我们先看看这个句子分析 He looked very well 这句子主观结构 那He就是Russ这个猫了 Look 系动词 看上去怎么样 Very well 是个形容词短语 非常健康 一定注意这个well 在这不是副词 副词翻译成很好的地 怎么怎么样 形容词只有一个意思 就是healthy 健康的 You look very well 你看你气色不错 表示健康的 注意well是形容词 这是主系表结构 看上去健康还不错 比以前还胖了 你跟我在一块 都没这么胖 尽管呢 从豆开始到剧末 这明显黄颜色的整个 是个让步状态从剧 尽管呢 这猫咪看上去 特别可 这Russ相当的颇为 颇为的渴 为什么呢 这4还是豆号4 牵套在了让步状态从内部的 原音状态从剧 为什么渴呢 表现可以看到吗 他一口就喝了半瓶牛奶 Half a bottle 就半瓶 半个小时呢 Half an hour 咱们说过 喝了半瓶的牛奶 这个牛奶质量也好 要赶上不好的牛奶 喝了半瓶牛奶 三具情安又死了 飞不住 这个牛奶 还是这个进口牛奶 不错 喝了半瓶奶又活了 挺好 然后呢 老太太后来就跟警察说这事了 那猫咪这回我天天看着弄不走了 我报警去吧 警察一听可吓了一跳 The police were astounded when Mrs. Ramsey told them what she had done 这个我们先看看 他这句子语法成分分析 主干结构就这四个字 The police were astounded 一定记住 老师多次说过 please这个词表示警察 怎么样 本身就是负数 千万不能说 a police one police 一定是错的 但是就可以说 to police one hundred police 这个词本身就是负数 所以他位于动词 一定是负数处理 用war 不能用was 一个警察怎么说 只能说a policeman a policewoman 这可以 但是没有a police please本身是负数 特别像什么呢 特别像people 一个人不能说a people 得说a person 但两个人可以说two people 他不是单负同行 而是本身是负数 be astounded 咱们以前说过 在第三课表示惊讶就说过 这个astound就表示 把某人惊呆了 因为这个stand 在字根里面的意思就是stone 石头的意思 你听stand 跟stone 很类似 我们再读一下动词 为异地去掉 astound astound 就是一块石头 就是被惊呆了 本文中用的恰如其分 当老太太告诉他们 他做了什么事的时候 警察被惊呆了 when从去到巨末 整个黄颜色的明显 是一个时间壮益从去 然后在时间壮益从去 里面又牵涛一个 what she had done 明显做时间壮益 从内部臭屋的 这个宾遇从去 告诉他们什么呢 告诉他 他做的事情 然后这个警察被惊呆了 就好像变得一个 被成石头了 你一袋一袋 他发了 几个警察看完之后 你听完之后 你看我 说不出话了 说你这1000英镑 大家别忘记 有的人1000英镑和人民币 也就1万来个钱 没多少钱呢 好像并不太贵 那是1960几年 当时是金本位 当时1盎司黄金是30多美元 现在1盎司黄金1000多美金 你算在当时1000英镑有多少钱 英镑比美元更值钱呢 当时是一笔巨款了 警察被惊呆了 你这是1000英镑啊 说不出话了 那本剧中呢 用的是这个astounded 是叫被惊呆了 对吧 咱们比较一下 咱们以前说的另外几个惊讶 第三课 22页14行到15行 出现过动词amaze 22页的14行到15行 当考古学家 把这个碎片 重新拼起来之后 reconstruct 对吧 怎么样呢 they were amazed to find that the guy turn out to be a very modern looking woman 他们惊讶地发现 这个女神原来是一个 魔灯女郎 惊讶地发现 这个惊讶用的是be amazed 我们以前讲过 amaze表示使某人 迷惑不解的惊讶 无法理解 amaze 我们说过 是一个 后面amaz 这个maze 前面去掉a 后面去掉这个d maze本身表示迷宫的意思 进到迷宫里边 不是迷惑了吗 所以刚好一座迷宫 是迷惑不解了 这个用的对呀 为什么呢 他们看到这个女郎 是个魔灯女郎 那个眉毛那两人的鼻子 那个眼儿 整个就位lady gaga 对吧 我整个一卖当了 我说这好几千年 这怎么回事呢 这几个考古学家 往地下一蹲 抽烟卷 琢磨 怎么回事呢 你挠挠我脑袋 我挠挠你脑袋 想不出来 这个迷惑不解 这个用的对 我们还有一个表示 石某人呢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敢相信眼睛 有个动词叫 astonish 也是惊讶 表示不敢相信 这个意思 我们看这个74页 第14行到第15行 74页 14行到第15行 咱们还记得吗 16课 这个玛丽有头 小光阳讲过 当他半小时之后 出来之后 他惊讶地发现 小黑羊已经变白了 这见鬼了 黑羊怎么下场羽住白了呢 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我们对这单词精准理解 可以体会作者 想表达确切含义是什么 这个用的恰如其分呢 好 我们写作中也更传神了 我们再看一课书 在第30课 142页的第11行 142页第11行 前不久 村民们惊讶地听说 就惊息了 怎么样呢 安德利农场的鬼死了 这是也不敢相信耳朵了 为什么 按照基督教来说 那鬼不可能死吗 死了以后永远是鬼 鬼还能死吗 鬼死了 所以难以相信 这个用的是对的 本文中强道被惊呆了 强道警察说不出话了 变成石头了 这个也是恰如其分 特别穿深 好 再回到文章中 往后看 老太太一看不好意思了 警察拿我当傻子了 老太太就解释嘛 she explained that Russis was very dear to her 老太太解释说 这个猫对我来说呢 特别的亲密 关系特别近 是我的宝贝嘎的 那跟我儿子一样 你们儿子丢了 你不得收钱去吗 他解释 作者很幽默的 最后加一句 considering the amount she paid he was dear in more ways than one 考虑到老太太掏了 这么大一笔钱 这个dear在这个地方 可有不止一个方面的含义了 非常幽默 首先注意句首 这个considering 这是个借词 叫考虑到 the amount 就是the amount of money 这笔钱的意思 后面那个she paid 当然是定语从句 相当于which she paid 修饰前面的那个demand 考虑到老太太支付了 这么大一笔钱 注意considering 本身叫考虑到 本身是个借词 但其实 这个connery是来自于 非味动词 他慢慢又用的太多了 直接当借词来用了 用法类似借词 其实来自于非味动词 但是这个非味动词 因为是个习语 所以咱们每个人都能用 他后面直接可以加名语 所以类似于借词了 很多字典把它看作是借词 但其实是非味动词 就是考虑到 来自于动词consider 当现在分词来用 我们加名词 所以相接词 但有个问题 那要是考虑到 看作非味动词的话 那就不符合咱们说的 主语统一这个原则了 是谁考虑呢 你看主句主语是he he was it he是指猫啊 难道是猫考虑吗 这为什么主语不同意了呢 这个主语 有一种情况下 非味动词主语 可以跟主就主语不同意 什么情况呢 就是这个非味动词 本身是一个习语 约定俗成的一个搭配 这个时候可以不必同意 它不同意也行 considering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再多看几个例子 strictly speaking the whale isn't a fish 阳格来说 鲸鱼其实并不是鱼 strictly speaking 本身也是个习语 叫阳格的说 这是个固定搭配 大家都这么用 就不用考虑主语统一问题了 这一般字典会告诉我们 在字典里往往是个黑体字 一个短语 阳格的说 谁在说呢 不可能鲸鱼在说话 鲸鱼不会说 再比如说 judging from his face he must be ill 从他脸上来判断 他肯定是病了 谁判断 他不可能他自己判断的 是如果我们来判断的话 judging from 在这是非为动词 没错吧 但是它是固定搭配 有什么来判断 judging from 是个习语 不用考虑主语统一问题 再比如说 to make a long story short he wanted money and try to get it without working to make a long story short 固定搭配 叫长话短说 很多字典 有这词条 是把谁把长故事变短了呢 这是非为动词 动词不定是属于非为语 难道是他自己吗 不是的 这当然不是他自己了 这是习语 不考虑主义统一问题 再看 the team has lost the last two games and to make matters worse two of his best players are injured 这个队伍已经连续丢掉了两次比赛了 两次比赛都失利了 更糟的是两位主要的最好的选手还负伤了 更糟的是 to make matters worse 咱们以前讲过 这是固定习语 尽管他本身是非为动词 因为分词和不定词都属于非为语 但是他是习语 就不用讨论主义统问题 那么是谁 这个这个这个 是这两位求员吗 不是 是两位求员受伤这个事 他跟主义不同一 但不用考虑主义统一的问题 他是习语 所以记住 非为动词 无论是分词还是不定词 如果是个习语 根本没有这个主义统一问题 把这个先记住 这是常识 那么顺便可以记住 像本文中这个considering 这种词特别多 很多非为动词当习语 但本身还是个极物动词 后面直接可以加名词当宾语了 所以干脆很多字典 把这种类型的非为动词 直接看到介词了 considering 很多字典认为是介词 考虑到 还有好多跟它类似的 像including excluding 本身都是非为动词 来自动词 include 还有exclude including叫包括 那么exclude叫排除 或不包括 但这两个是习语 后面又直接可以加名语 所以字典很多 把它看作介词了 介词包括以及不包括 当然不用考虑 主义统一问题 更常见的还有这几个关语 concerning regarding respecting 这三个本来都是动词的 这个现在分词形式 但由于后面直接可以加编语 而且都是约定俗成的 直接都当介词来用 都是关语 我们分别读一下 concerning regarding respecting 注意 都是关语 我们看例子 China's foreign policy concerning Japan regarding Japan or respecting Japan 中国关于日本的外交政策 注意 这几个特别类似 都是非为动词 但由于固定习语 而且后面直接加编语 干脆就看作介词了 因为他根本没有注意统一问题 就这么一个情况 把这个解释清楚 后面最后说 He was there in more ways than one 这个in more ways than one 是个固定习语 翻译成有不止一方面的含义 一定表示 用在多译词的时候 这么说 in more ways than one 有不止一个方面的含义 一定是指 有双重含义的时候 才能用它 而且注意 千万不要说 in more than one way 不行 一定是in more ways than one 固定搭配 不能说in more than one way 没这么用的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描述史蒂芬霍金教授 也是这么一个 你看怎么说 known to millions far and wide for his book a brave history of time Steven Hawking is a star scientist in more ways than one 你看介绍 史蒂芬霍金 这个句子里面 也用到这个搭配 非常精彩的句子 咱们看看怎么翻译 known to millions 这个known 是非为动词 就被百万人都知道 非为动词 逻辑主义是谁呢 就是史蒂芬霍金 他被百万人都知道 刚好翻译成 鼎鼎大名的 对吧 后面这个far and wide 又远又宽 刚好是文明狭尔的 文明狭尔的史蒂芬霍金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本书 叫时间前史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史蒂芬霍金 是一位明星科学家 明星在这 有不止一个方面的含义了 我们说star 一方面它是大明星 二来呢 它本身又是一个大猩猩 本身是大明星嘛 它又研究猩猩 两个猩猩放在一块 star in more ways than one 就好了 好 整个这个文章呢 我们就看得着 这份文章看似呢 是这么一个小笑话 其实啊 这个文章主题是 笑中带泪 为什么呢 它反映出欧美社会 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现在的中国大陆 慢慢也越来越多了 这个问题叫 emptiness problem 就是所谓的空巢问题 什么叫空巢问题呢 顾名思义 这个小鸟啊 老鸟把它养大了之后 翅膀硬了 飞走 自己成家立业 在外面又筑巢起来 留下孤苦伶仃的老两口子 两只老鸟待在空荡荡的巢里边 就原来子女的卧室 现在都空了 都走了 很多呢 这样的老人 我们就被他称为叫 emptinessers 叫空巢者 什么叫空巢者呢 就被留在家里的老人 顾苦伶仃 很多人因为这个孤独 而患上了emptiness syndrome 叫空巢综合症 什么叫空巢综合症呢 就容易什么忧郁啊 什么郁闷啊 什么平时没事爱哭啊 等等等等 空巢综合症 本文中老太太 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想如果他周围是儿女绕膝头 每天进享天文之乐的话 怎么会把一只猫当作儿子来看待呢 你看现在很多中国老太太也是天天遛一个狗 为什么呢 子女都出国了 都不管爸爸妈妈了 跟着老太的命运是类似的 效忠代理 我们说所有的爱啊 只有在人间的爱里面 我们说啊 只有父母亲对子女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那么我们夫妻之间的爱有条件的 因为你长得帅 因为你人品好 父母亲对子女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子女对父母都有条件 你不给我零花钱 我不爱你了 父母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所以我们无论何时 哪怕工作学习再忙 没事的时候 多去看一看我们的父母亲 万一到了子欲养 而亲不在的时候 后悔就来不及了 所以这个十九课本身呢 他还有点教义 我们避免让我们的父母亲 也变成这个可怜又可笑的老太太 好 十九课重点文章 我们跟李老师就学习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